4月15日上海市启动清零攻坚以来 行动效果日益显现 每日新增感染者 特别是社会面新增感染者逐步下降 风控区逐步缩小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防控工作正处于较劲爬坡的关键时刻 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清零攻坚工作的成效 是防控办昨天制定了实施的方案 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全员检测筛查 全面流调排查 全民清洁消杀 全程插漏补缺等综合防控措施 做到硬检进检 应格尽格 应收尽收 应制尽制 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